由赛德克族群委员阿维诺干亲自在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馆 导览解说赛德克族百年文物 展览名称叫做We are Sadiq 22号在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馆群的民族制博物馆正式开幕 由赛德克族人亲自讲述赛德克的故事 而欧盟Taking Care全球文化保存计划 主要透过民族的收藏品来探讨环境对当前人类的危机 以及过往历史和殖民后所产生的影响 Relationer med Sadiq是一个很棒的例子 在约3年间我们合作过一个疫情 和所有挑战争它们提供 在一起分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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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将来看见 台湾名字是T-A-I-W-A-N 这就是旅行是美丽和需要 盛情邀约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馆的相关人员 也能踏上宝岛领略台湾之美 在展览正式开幕之前也举办了茶会 前圆明会主委同时也是赛德克族民族议会总招 Wallis-Beylin在茶会中表示 We are Sadiq不是狭隘单一的部落展览 而是辉红的人类历史展 我们在台湾的赛德克族 还有我们今天我们的团队来这里 第一个真的非常感谢瑞典博物馆 还有Taking Care的这个计划 让我们更有自信的 让我们在大家面前 像世界上的人在告诉说 我们是世界上的人 展出的文物是从1970到1909年间的文物 织品为大宗 还有日常生活器具 狩猎用具等 而参与这场盛会的 还有瑞典国会议员奥伦 称赞台湾多元文化 以及政府和学界一起保存 原民文化的动力 并希望台瑞在文化上的合作 能更进一步 在为期十多天的旅程中 塞勒克族人和学者们进行交流 教导传统编织技法和乐舞的文化体验 我认识的 有 原则新闻 吉利亚蒂夫罗湾台北市瑞典四的哥尔摩采访报导 哇